Hello 我是小B 自從有了嬰兒之後 我經常都會收到許多准媽媽inbox 問我現在究竟在用什麼化妝品或護膚品 大家都會很擔心在懷孕之後 塗上自己的面子究竟合不合用 這條片我會跟大家分享懷孕之後 我在化妝品和護膚品這兩方面 有什麼轉變的 首先都要跟大家說回 其實我自己覺得在有了嬰兒之後 護膚品或化妝品這兩方面 其實就沒有絕對你一定要轉或是不轉的 我見過有些准媽媽 她會是將自己原有用的產品 逐樣的成分去做分析 然後會戒得很清很清 就用回天然很自然的東西 也有些准媽媽是什麼都不管 完全不會戒的 我用開這一套東西 那我就繼續都是的 就用這一套東西 我自己就覺得兩者是沒有絕對對錯的 那你純粹按自己的要求去選擇產品 用得安心放心就OK的了 那我們就由化妝品開始說起 有了嬰兒之後 我覺得不需要所有的化妝品 都全部換過一批新血 但是有某幾樣東西 我就覺得是必須要換的 第一樣就是makeup base 第二樣就是粉底液 第三樣就是唇膏 因為這三樣東西是最貼身的塗上我皮膚上面 所以我也想找一些成分比較天然 還有低刺激性的產品去用的 Base方面 我現在就用這一支 這個品牌子的產品是100%天然的 就用了有機的植物成分 而且是絕對不刺激皮膚的 另外它還聲稱自己所有的彩妝產品 是不需要特別用這個卸妝油或者卸妝水 只要用蕃茄和清水就可以洗得乾淨 它擠出來的質地就像是乳霜一樣 很容易就可以推均勻整塊面 塗完之後會有一點點均勻膚色的作用 還有它會令你的臉有一點點光澤感 亦都可以做到輕微的修飾毛孔的作用 初初買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保濕度都夠 而且都蠻好用的 塗完它之後再上粉底液 那效果出來都蠻漂亮的 但後來去到12月左右 天氣開始變得乾的時候 再只塗它上面 就開始會有一點點乾身 後來我還試過幾次 是用完它塗粉底液的時候會卡粉 所以現在用的時候 我會混合兩滴精華 讓它稍微一點點 變得水潤一點 再塗上臉 效果就會好很多 同一天我就在它專櫃買了 這一支唇彩 因為唇膏直接塗上嘴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 有機會是不小心你會吃了一些落土的 所以唇妝的產品 我自己就覺得是一定要轉的 因為我不化妝的時候唇色 其實是比較深的 那我開初都擔心 它這個唇彩塗上嘴之後 會不會遮不了我的唇色 不夠出色 但原來它的顯色度 是真的蠻好的 塗完唇膏之後 我不需要蓋遮瑕膏 直接把它塗上嘴 就已經可以遮住了 我原身很深的唇色 所以這一支唇彩 它的效果是令我很驚喜的 它因為是唇彩有關係 所以塗上嘴 你就不會覺得是乾身 或者容易脫皮的情況 都沒有 另外它是沒有特別的味道 買完這兩支唇膏之後 我過兩天就去了買粉底液 那為什麼我不在它的品牌上 即時買了它的品牌呢 因為我覺得 反正要買新的化妝品 那我就想試多些不同的品牌 就不想只買死同一個品牌 所以我也上網再找了一些 成份比較天然的品牌 然後我就發現了 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都屬於日本製造的 它就是一個礦物成份的化妝品 都是屬於成份天然 就沒有這個防腐劑 人工的香料 或者是色素在裡面的 另外它同樣是標榜自己 不需要特別用卸妝油的產品去卸妝 用了一陣子我覺得這個粉底液 其實它的質地就會是 相對我平日用的粉底液 比較厚一點 所以它的遮瑕度 都會有中度的遮瑕可以幫你做得到 如果你塗完粉底之後 不想特別去做遮瑕膏這個步驟 其實只用它都可以的 塗完上面的感覺 它就不會是那些很薄 很水潤 很清爽的感覺 反而會有一點點滋潤感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乾身 或者你喜歡有一定程度的遮瑕感的粉底液 這一盒都挺適合你的 初時裝它們兩個配合來用 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後來我不是說用這支BASE 會有卡粉的情況 我就在想 會不會是它們不配合呢 所以我就去買同一個品牌的粉底液來試試 希望看看 用同一個品牌的產品 它們的妝感會不會好一點 事實上告訴我 是不會的 這支粉底液跟它相比 出來的效果會是水潤透薄很多 我自己會偏好喜歡它的質感 但是它在遮瑕方面 它就會弱很多 所以用了這支粉底液之後 如果你想它的妝感漂亮一點 遮瑕的步驟一定不能偷懶 這支粉底液同樣 也是有一個很香很舒服的精油味 它的保濕效果也不錯 冬天我用了它出整天外出之後 其實回家也不會看到底妝有細紋 或者是龜裂和浮粉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它的持妝效果 這支真的值得推介 然後我繼續買的化妝品 也是一支唇膏 因為我剛才買的這支 它會是一個比較自然的顏色 但有時都會想唇妝出色一點 所以我就買了這支唇膏回來 它是一個橙橙紅紅的顏色 它是來自日本有機化妝品牌的化妝品 同樣都是標榜成分天然 沒有人造色素 沒有礦物油 沒有防腐劑等等的有害物質在裡面 這支唇膏 它是沒有多餘的香味在裡面 另外它的顯色度很高 還有它的滋潤感 都比我想像中高 因為很多時候 顯色度高的唇膏 它都會比較乾身 塗上嘴之後 就很容易出唇紋 很容易脫皮 但這支唇膏 雖然它顯色度高 但它沒有以上的問題 現在我外出 基本上戴的唇膏 就只有這兩支 最後一樣的化妝品 就是登登 這支唇膏 終於不是來自日本 而是來自澳洲 它的產品 全部都是100% 成分天然 不含防腐劑 任何膚質的朋友都適用 這盒粉 我自己會在化完底妝之後 拿來做定妝 但其實它不是化妝品 而是護膚品 做完日常護膚的程序之後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碎粉 它可以幫助你 控制面部的油脂分泌 預防黑頭粉刺的形成 因為它是屬於護膚品的關係 所以如果 你平時單用它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卸妝這個動作 這一盒粉 它的粉質是非常細緻又滑 所以塗完上面之後 你是不會看到它有這個 很粉感的妝效 另外我覺得它的控油效果 是真的不錯的 因為我用完它之後 出整天街 基本上我可以是 不用怎樣補妝 但回到家 你也不會看到自己的妝 是溶得很厲害 黏得很厲害 反而你會是看到 咦 都維持得挺好的 這條片本身是上一次過 介紹完化妝品和護膚品 但因為我實在太長氣的關係 所以我決定把這條片一分為二 今集就和大家說著化妝品 我們接下來的Facebook IG 和下條片再見 記得看下集啦 拜拜